石牛对石骨,金银万万五,谁人石得破,买进成都府,在四川明江边上,一代代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传说,只要跟随着童谣中描述的标志物,就能找到张献忠遗留下来的巨额宝藏,而拥有这些宝藏的人,将有资本开启一个新的王朝,传说,在张献忠死后,他搜刮来的巨额宝物也一同沉入明江中,《蜀难纪十日》中,曾记载,张献忠沉入明江中的宝藏,累一万,载银百搜。 2016年底,考古学家就曾在明江中挖掘出一枚蜀王金银,单单制一枚金银,就有着富可敌国的价值,而这只金银,只是张献忠巨额宝藏中的一角。那么,整个明江中究竟藏着多少宝藏呢?它又价值几何? 读历史,明世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在明朝末期,皇帝徽庸无道,百姓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带领的队伍。 他曾与李自成其名,起义后期,张献忠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带兵攻入四川,自立为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大西政权。 张献忠出身贫苦,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出门干买卖。 因为他为人讲义起,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所以结交了很多好友,也为之后的起义建立了群众基础,想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就需要有大量的财富支持。 既然张献忠出身贫苦,那么这么一大笔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最初起义的时候,张献忠靠打劫朝廷政府获得一大笔财富,建立大西政权后,张献忠又大肆掠夺百姓的财务,从而积累了大笔的财富,在西冲凤凰山。 张献忠对抗清兵的时候,被清河朔肃清王豪阁射死,而张献忠的巨额宝藏却静静地躺在明江中。 始终没有被人找到,近三百年来,关于张献忠宝藏的传说在这一带广为流传,清朝的时候,就有官府命人在这里进行打捞,成功捞上一万多两白银。 不少势力也都对这份传说中的巨额宝藏虎视眈眈,却一无所获。 这么一大笔财富,为什么三百年来都没有被人发现,仅凭村民捡到的一枚银帝,就能判定这是张献忠的宝藏是否过于草率了呢? 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枚银帝,在发现银帝没多久,当地的很多村民也都来这里寻宝,吴三十就在其中,他也是最为幸运的一个。 吴三十居然打捞出了一枚虎形金印,上面还刻着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大字,永昌大元帅是谁? 永昌大元帅可是鼎鼎有名的大西皇帝张献忠,按理说,他应该把这枚金印上交给国家才对。 但是金歌动人心啊,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他竟以八百万的高价将金印给卖了,金印的出现迅速引起轩然大波,这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没多久吴三十就被捉拿归案。 专家们对金印研究后,得出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的巨额宝藏极有可能是真的。 明江江底可能藏着富可敌国的宝藏,不过明江的考古发掘很难开展,因为明江不但水流湍急,而且很难看清水下的东西,这严重地阻碍了考古的进展。 在众人的商议下,最后做出了一项决策,抽干江水挖掘宝藏,专家们在明江旁的一处山林中,竟然发现了石龙和石虎的石雕,这正好对应了童谣所说。 而龙头和虎头,也正好对债民将将断口,正是考古学家最初定下来的范围,这真的只是巧合吗?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对于这位起义军首领,后世对其褒贬不一,明清史书都将其描述为是血恶魔,如明史,说他性搅决,是杀,一日不杀人,折意义不乐,给他贴上了图鼠乱鼠标签,但在四川一些地方,却流传着不少关于张献忠的正面传说。 如智斗奸商恶僧,大战火烧桥等,明朝末年进入四川传教的利类斯和安文斯两位神父曾亲与张献忠相处过两年,他们在《圣教入川记》中描绘的张献忠是一位对天文,地里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又带着传统帝王思想的起义统帅。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明、西、青三方势力在四川的相互攻伐征战,张献忠的真实形象已经被涂抹得无法辨别真伪。 然而,比起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人们更急于弄清楚的是张献忠留给后世的最大谜团——宝藏。 据《彭山县志》,记载,张献忠于1646年从成都撤离,由于汉路被清军封死,张献忠改走水路,却又遭遇难民参将仰斩伏击。 张献忠所幸多年积累的宝藏沉入江底,明史,说张献忠埋金宝亿万计,自张献忠败亡后。 成都民间始终流传着石牛对石骨,金银万万武,谁人石得破,买进成都府的民谣,传闻破译了这段隐语,就能找到宝藏所在,四川简阳,彭山,庐山也有类似民谣,传播甚广。 但数百年来,人们对于张献忠宝藏始终是指纹其事,罕见其实,很多人根据传闻前去寻宝,还是一无所获,直到2017江口古战场水下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张献忠宝藏才浮出水面。 在出土的四万两千件文物中,除了西王赏工钱、金策等封赏用赌之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地名的大批银定。 橙色较差,地域覆盖江西、湖广、四川。 银子在古装影视剧中经常见到,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式,几古人的货币都是银子,但其实,唐宋以前的货币为铜钱,而明朝的法定货币则是宝钞和铜钱,银子并不被官方认可。 朱元璋在位时,还一度下令禁止金银流通。 但是,明朝的宝钞贬值很快,从红武朝到成化朝,宝钞贬值了一千多倍。 而众所周知,货币贬值太快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 明朝民间甚至出现了用断体,弥股以物异物的情况。 在这一背景下,明朝的商人,百姓已不再顾及大明律法规定,私下交易中,再次开始使用银子。 民间对非法货币的大量使用,最终迫使明朝也做出了让步。 龙庆朝时下令,反买卖货物,只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 一钱以下只许用钱,到万利潮时,张继正改革税法,开始以银来计算。 但这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结果,是大明朝廷无奈下的妥协。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明朝如此排斥银子呢? 这是因为我国是个平银国,以万利潮为例,从万利25年至33年。 大明所采银为300万两,平均每年只有30余万两,而整个明朝开采的银子一共只有8300万两,海外贸易流入大明的约有2,9亿两。 但这些白银储备远远无法满足整个明朝经济的运行,仅从真朝聊想,脚想,练想合计就需要1600万两,这还没有把民间商品贸易对银子的巨大需求算进去。 而张献中宝藏只见白银不见宝钞铜钱,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后期民间指认银子的货币观。 由于银产量的有限,贫瘠的白银成为货币,将导致明朝出现严重的钱荒。 这也是崇祯朝屡屡出现拖欠军饷导致滑变的原因,更严重的是大明朝廷对经济的失控,有限的白银也全部藏于负伤巨骨和官吏手中。 过去我们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无外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灾荒等。 但实际上,钱荒才是深层次原因,并且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世,也无力回天。 1939年姓蜀峰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旺江楼下的锦江江底进行挖掘,历时三个月,先后挖到了刻有张字的石条,石牛人骨以及大顺通宝。 也就是张献忠那个所谓的大西政权的货币,可惜之后什么也没有挖到了。 那么张献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廷栋分析认为,有可能是张献忠有意为之。 我过去研究张献忠时,发现他经常和明君开玩笑,就是经常给设一个套,让你去钻。 巴蜀研究专家袁廷栋认为,旺江楼的这个伪藏,是张献忠有意而为的杰作。 因为根据他的研究,类似的迷魂阵法,张献忠曾经多次使用过。 那么,既然旺江楼宝藏是假,为什么成都还会流传石牛对石骨? 金银万万五的民谣呢? 袁廷栋认为,有可能他要离开成都的时候,故意留下这么一个顺口溜,让你们去折腾吧。 他推测,当明君还在旺江楼手忙脚乱地挖宝时,巨额金银也许早已航行在冲川的水路上,清高木桶的秘密1646年春天。 张献忠率军界水路撤离成都,而江口则是他的必经之地,根据记载,江口水战的战场是从江口镇北端的河口,直到镇南的污垫渡口之间。 这个范围刚好把明江大桥囊括在内,而七枚银定就埋在桥底。 并且文物工作者也是根据地理未知的重合推断,银定就是张献忠臣在江口的,根据彭山民间传说。 当年,张献忠为了带走巨额的金银财宝,特意设计出一种神秘的清高木桶作为藏宝箱。 这个说法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民俗学的研究表明,但凡民间故事必有原形,所以清高木桶藏宝,也许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